判检海洋塑胶垃圾澳推评估计划让学童参语 澳洲微塑胶评估计划将训炼制工 在全澳海岸线收集塑胶垃圾 并让学童参语教他们用科学方法采集资料以了解鱼染状况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让人人参语 以减少海洋塑胶垃圾 澳洲广播公司新闻网ABC报道 这项公民科学计划的负责人布鲁威特Michelle Blewett说 计划的目的是为统计海洋环境里塑胶垃圾数量 以及它们所在位置和从何而来等资料 他说我们的海洋里目前估计有5兆件塑胶而树木的数量仅3兆 也就是说海洋里的塑胶多过地球上的树木 他又说塑胶不只会缠住动物 动物会吞下这些塑胶 即使食物链最底层的浮游生物也会吞下小一点的塑胶 报道指出这项科学计划计让9岁到12岁的学生参与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在海岸线收集资料 布鲁威特说我们使用两种方法画出一条横断线 让它们收集大物件 如塑胶瓶 塑胶袋 任何可限的一切 然后将这些资料加入澳洲海洋碎片倡议资料库 他又说我们也收集微型塑胶 大小在肉眼可限的1公里和5公里间 我们收集最上方2公分的沙 以不同大小的筛子筛率和对筛率留下的做检视 技术及量化 这项计划自学里展开 澳洲微塑胶评估计划 AUSMAP未来将成立的趋性工作站 让人人都能取用设备参与 布鲁威特说 目的是要让人人参与因为我们感觉 越多人加入像这样的行动 他们就越有可能成为环保人士 将流入海洋的塑胶垃圾减至最低 原在雪梨担任潜水指导员的 扶钱志工史巴克 Heliot Spark 说 我和一名同僚以前就会在这里扶钱 我们发现有很多吸管 这让人们震惊 我就想 如果我们收集这些吸管 便可让人们看看 吸管产生的后果有多大 史巴克发起吸管行动 鼓励志工潜水进曼里湾 Malikov 收集塑胶垃圾 他说 我们每周末来捡吸管 数数捡到多少 施主拿来让商家改变他们使用吸管 和其他塑胶的做法 他们上个夏天捡到超过2500支吸管 晚安 当时 我们下车来说 并不是 我们下车来说 我们下车来讨厅 非常吸管 大